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烏克蘭戰士 可以說是令到俄軍 兵敗如山倒 找了很多問題 其實其中一個 應該是有內鬼 我們分析了 烏克蘭 除了全民英勇抵抗之外 當然也多得英國 美國 這些西方國家 在事前已經提供了先進的武器 也是在通訊方面解決了他們很多的問題 俄軍當然比預期中差 而且貪污情況是很嚴重 不單只是軍隊腐敗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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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內傳出有150個情報官員 進行 大清洗大手捕 他們除了遭到 逮捕任務之外 包括 他們先是家居軟禁 前身是KGB的 聯邦安全局 FSB 外國情報部門的第五處處長 貝塞達 已經被 調查員 轉移到戒備森嚴 主要用來關押政治犯的列福爾唐玉監獄 這個監獄 基本上是 通常以酷刑來逼供的 以及 主要是對付情報人員 到了這個監獄 基本上是十死無生的 沒有機會出得回來 應該是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 不過每日郵報當然不是一個大報 比較少的報 他說68歲的貝塞達 因為 被指挪用公款而接受調查 但是 實際的 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認為 他 是需要為洩漏情報 適用俄軍作戰 能力 而負上責任 即是說 他很大機會 收了美國佬錢 真的收了美國佬錢 負責 將 情報 出賣 給西方國家 或者烏克蘭 使得 很多的高官 或者高級將領 在戰鬥中被輕易找到出來 而且作戰 也是 全部被烏克蘭知道了 我們認為這一場仗 其實也有點像國共內戰 稍後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說會像國共內戰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現在可能會再檢討這個直播時間 因為 現在兩天可能辛苦了 或者將時間抹開 星期二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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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備頻道也希望大家幫幫忙 貼著他 令到他 幫忙做心肺復甦法 讓他有正常的收入 根據荷蘭的調查網站報導 其他FSB官員 也牽涉到在入侵之前 向克里姆林公 針對烏克蘭的實際戰況 做一個模式的報告 他們說提供一個虛假的報告 寫流東西 拿流灘 所以因為這樣而下獄 據說 他們提交給普京的報告 令到 普京的深信 烏克林軍隊不會抵抗 甚至乎俄軍 會被當成解放者黃絲 得到 萬民擁戴 每個人熱烈歡迎俄軍入城 結果剛剛相反 報告錯得離譜 令到俄軍在過去七個星期遭遇持續的失敗 甚至乎 選兵折將 很多 很 沒有面子的畫面 例如俄軍被俘虜 幫他登署上求饒 相反 俄羅斯的所有動態是幾乎全部落入西方的情報單位之中 被他們掌握了 普京大軍在2月下旬開始在烏克蘭的幾個小時 英國國防部公佈了地圖 顯示俄軍裝甲車的前進方向 此後 英國和美國情報官員繼續針對俄羅斯的攻擊目標 為提供烏克蘭準確評估 他們 令到烏克蘭軍得到針對俄羅斯軍隊和將領的高級軍官發動有效 因為知道了他們的位置 俄軍部隊失去了領導之後 陷入嚴重混亂 現在 政治的分析 或者外奸普遍都是這樣認為 普京為了拿一點面子 已經重整軍力 一定要拿回烏東地區 覺得要打一場勝仗 否則很難交代 他定了死事5月9日 5月8日 香港特首選舉 那天也是小弟生日 究竟是否用敗仗來賀我生日呢 西方官員認為 普京很可能將領巴斯地區 這裡的俄軍人數加三倍 而且 要求俄軍 從烏克蘭南部的瑪利波烏波爾向北推進 然後從E9母向南推進 這個部隊做一個匯師匯合 俄軍部隊 這個規模究竟會不會增加到那麼多呢 沒人知道 估計說 將領巴斯地區增加兩至三倍兵力 問題 我們跟大家說過 俄羅斯 自從2012年開始展開軍事改革之後 其實他的陸軍部隊的武器人數只有30萬 可以調動的是只有30萬 如果他調動了 加兩至三倍兵力 基本上我告訴你 是瘋人說謂 他只能夠把預備役調上去 預備役 告訴你 哪會有人抵抗 打算玩一下 打算出份量 打算當兵 打仗是炮灰 戰意一定沒有 而且民心 軍心都會散緩 西方匿名官員說 在四十多天的打仗失敗之後 頓巴斯 如果取得成功 他們起碼也要拿一點顏面 俄軍 可能會撤軍 因為 那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少少甜頭也拿不到 怎麼辦 普京可能倒台也未定 裏面的人會覺得 普京沒有了道 他 不單止打不贏 還要打敗仗 一個打敗仗的總統 只能夠 造假 但是大家知道 現在科技這麼先進 你打敗仗 你不可能 因為俄羅斯 沒有金盾工程 跟中共不同 中共 可以在打輸一場仗之後 宣稱他打贏 而俄羅斯是不行的 為甚麼我剛才說 這場仗也像國內戰 當時的國民黨 基本上裡面有大量的臥底 其實當時的臥底 他是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的 臥底在國民黨軍官裡面 很多人生活很節儉 他深信共產主義 他被那個意識形態影響 他不是收到甚麼利益 沒有人會因為收了 共產黨錢 收了俄國人 收了蘇聯錢 而去出賣蔣介石的軍事情報給共產黨 反過來就會 蔣介石的人 或者國軍 就會因為為了錢 或者某些利益 把這些情報出賣給共軍 反過來 所以 當時的意識形態之戰 中共是大勝的 他很成功洗了一大班人的腦 覺得加入共產黨就是救中國 就是進步的表現 就是民主的表現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我們看到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蔣介石的 秘書陳布雷 陳布雷的女兒 被中共 暗暗發展成地下黨 當時 陳布雷 他每天都躲在家偷聽 蔣介石跟他開會有甚麼指示 即時 他把 消息 把作戰方向 第一時間 通報了給延安 延安 即時就會作出部署 所以 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打了三場內戰 由淮海戰役 平津戰役 和遼審戰役 這幾場仗 他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共產黨軍隊 好像是天兵天將 從天而降 從哪裏來的 每次都走在我們前面 來襲擊我們 究竟甚麼事呢 毛澤東用兵如神 非也 你看到他打日本人 沒辦法用兵如神 沒辦法天兵天將 為甚麼 因為當時 無法插入針在日本人身上 但是 國民黨裏面很多將領 全部被插入針 包括傅作儀的女兒 也是當時大力插入他父親 不要打了 我們投降了 叫他起義 大量的將領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還有 山西這個地區 當時的衛立王 也是 傾向共產黨 最後投降共產黨 那麼多將領 被共產黨洗了腦 被他 感召倒 嚴格來說 被他的謊言騙了 加入了共產黨 被共產黨 截國成功 當然 俄羅斯 反過來 他們 主要是因為貪污 貪錢 也不是同情烏克蘭 不是被烏克蘭 感染 或者洗腦 但是他們純粹是因為貪錢 或者腐敗 我們會看到兩個地方雖然不同 但是也是一樣 就是 他裏面的官員 離心離得 其實當時國民黨也是一樣的 官員離心離得 現在的 俄羅斯當然更加是 加上嚴重的貪污 國民黨當時的貪污也是很嚴重的 這也是他們丟失國家的原因 我們現在看看俄羅斯 軍隊內的貪污情況 嚴重度 連沙布也只能有1978年 那些士兵軍糧是2015年 好的人全部都被倒賣 那麼你想想有甚麼辦法 不出事呢 現在 普京就找這些情報人員 來發洩 其實 每一個人員 尤其是軍方裏面 每一個將領都要為這場失敗負責 因為 他們的貪污 他們的貪腐問題 在一個軍隊裏面 是必定會註定失敗的 正如北洋軍隊 當時也是貪污 當然北洋軍隊就被慈禧 據說慈禧內用了軍費 我們建議和園 軍隊裏面一樣是貪污 如果沒有貪污當然是搞不定 當然沒有可能 輸得那麼肉酸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